這些網站呢 會不會其實全部都是釣魚網站 你付了款之後 結果你什麼也得不到 真的買到了 非常清楚耶 哇塞 太恐怖了 大家好,這是我恩狗 今天呢就是要來上 暗網 整個公開的網路事件 分成兩種形式 冥網以及聲網 冥網就是可以直接透過 標準的搜尋請照榜到內容 例如像Google、FB等等 而這樣子公開又透明的冥網 因為只佔了整個網路世界的十分 而聲網呢 就是一般的網址可以存取的加密內容 例如你個人的Gmail 或者是任何需要登入帳號密碼的 論壇、網站等等 而在這兩種網站底下 其實還蕴藏了一個 需要用特殊的方式 才能登進去的網絡 就叫做暗網 暗網是利用不活動的空間主機 創造出來的網路 一般的瀏覽器沒有辦法搜索 需要用特殊的瀏覽器 就是因為這些高度隱蔽的特性 就像我的眼鏡 有了非常多的犯罪集團 及駭客組織 在裡面進行犯罪 像我們看到這些暗網被抓獲的犯罪者 其實直接只是冰山一角 沒有被抓獲的犯罪者 更是被射擊的數 暗網可以說是地下社會的犯罪聯盟 好的 大家 我們現在即將來準備登入暗網 假設說登入暗網 一定要把鏡頭蓋起來 不然會不會發現 你家在哪 好啦其實不用啦 就道理上來說 除非你的電腦已經被植入了病毒 不然基本上上面的用戶 根本不會知道你是誰 還有第一個網站 它就是一個iPhone的販賣處 像我們看到這個15 Pro Max 256GB呢 475美金 升級32 15200塊 也太便宜了吧 1500 買到什麼樣的iPhone 蛤 CX4 12GB 1200買得到 哦 希碼 它叫希碼 這個 應該沒有希碼了吧 空機價13 128GB 所以等於你是可以無痛升級3代 而且是256GB再加上 Pro Max 誇張 再來呢是一個賣槍的網站 它一把槍呢 就差不多 就坐落在五六百塊美 我記得跟我在10年前去加州 打靶的時候 看到那個槍的價格 是差不多的 但我不知道現在呢有沒有漲價了 再來呢也可以看到這種 賣毒品的網站 哇 你看它這個才 8塊錢美金 8.82美金等於差不多 270 280 哇 然後或者是它有賣這個 看不出來這是什麼份 可帶音嗎 還有BuniLSD 買粉絲的帳號 100個Instagram追蹤 只要1.09塊美金 所以那個09我們要算進去 不然Mr.Beast也會在意 1.2元 1.2元 為什麼大家都忘了 PayPal 我已經做了1.2元 我還想到最後2元 當然各著網站也有 Tiktok啊 YouTube啊 Twitter的 駭客進別人電腦的服務 像是這一種網站的駭客 然後上面也有這種 Photoshop 按網上面也是 5塊美金就可以買到 Spotify 中生會員 Netflix 中生會員 價格也都是10塊美金 在賣人家的信用卡 所以裡面有這種高餘額 可能你很多被盜刷的資料 就是都是從這邊被賣出去的 他們還有賣這種護照的資料 一個最便宜的 可以看到你只要10塊美金 就有一個英國的護照資料 按網裡面其實最大宗的就是這種 暴力毒品 各資 詐騙 色情 裡面還有這種中文論壇的網站 上海機場監控個人數據 500萬就是有可能 你在上海機場 輸入過各資的人 結果呢 這個駭客就去盜取了 這個上海機場的系統 把這些500萬個資全部都調出來 500萬條只要49塊美金 那裡面就是會有這種 大家登入機場時候的 個人資料在裡面 你看很多這種博彩 其實我們就是去申請了 就非常可能資料就洩漏了 他甚至連這種母嬰用品 各網站的數據都有 其實駭客是 只要你在網路上流過痕跡 他就是可以洩漏進去 非常的危險 打手黑幫服務 打手私人偵探 車輛噴漆2萬人民幣 住所噴油漆2萬人民幣 打手打一頓1萬 重傷3萬 斷手彈腳10萬 王丹150萬 然後私人偵探偷拍 打手下毒都可以定 賣兇殺人嘛 實名手機卡 一個只要10塊 包養女大生貼身衣物 還有賣這個 勒索病毒喔 2023年勒索病毒 顧名之一把軟件 欺騙給對方下載 然後會要求付款留下付款連結 不然會毀掉電腦文件 你可以講信用也可以不講 講信用的話就用谷歌 郵箱或者是暗網的郵箱 發密碼給對方 不講的話就什麼也不做 用此病毒 輕輕勒索幾百塊 超壞 他賣一個這個49美元 讓你直接去翻倍賺個幾百美元 騙人家的錢 哇賽 本病毒是原創的 然後找個youtube說 我對你的頻道可以贊助 我能不能合作 很多頻道主同意 然後告訴頻道主 公司屬於小公司 所以 香港的訊息 然後剩下別人什麼 所以他的意思應該就是說 他會把這個勒索病毒 發給一些頻道主 然後讓頻道主 下載裡面的東西 打開來 他就可能被勒索 沒錯 我跟你講 我就遇過很多這樣的信件 基本上 我們現在看到裡面的項目 有零零種種 非常多 但是 大家 包括我 就一直很好奇 這些網站呢 會不會其實全部都是釣魚網站 你付了款之後 結果你什麼也得不到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想直接賣賣看東西 到底在行網上面能不能買得到 那我們就隨便找一個 比較不嚴重一點的 像這種 日本手持駕照八份 加手持駕照兩份 就是他會傳圖片給你 那當然買這些東西 我是完全不鼓勵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買過 我只是想要幫大家實測看看 到底我買了 我是真的會收到貨呢 還是其實我買了之後 我就被病毒勒索了 我其實比較希望是後兩者 錢被勒索了 或者是我被騙走 因為這樣就表示說 看到我影片的人 以後就不會再上暗網 助長這些犯罪行為 那我們看一下要怎麼操作 8塊美金 立即購買 按下去 買入訂單 為支付 支付 然後按下支付 訂單商品去充值 哦 關鍵來了 去充值 他會不會有規定 你一次至少要充值個 一千塊美金 至少要騙你三萬塊 沒關係 反正我們就充值十塊 你可以就可以 不行就不行 OK大家 我剛剛充值好了 進去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沒有入賬 我就不信他連十塊美金 他也要騙 我們等等看吧 還是沒有入賬耶 還是沒有入賬耶 我覺得 果然 這個東西真的是 不可取的 因為你們看我手機顯示 入金的金額已經進去了 好吧 我覺得今天應該就是 我講這個結局 可能這就是一個 詐騙網站 至少目前看起來 我還是沒有被勒索啦 除非是 他有限制什麼 我最低儲值金額嗎 看一下 否則無法上賬 賺了十塊 但是手機費一塊 所以我只錄了九塊 試轉一次看看 OK 現在充值進去了 現在下面賬戶呢 是0元 不知道 到底錢會不會進去呢 來喔 關鍵時刻 重新整理 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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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安王的網站真的是跑得非常的慢 10塊錢 太誇張了 這麼可以入帳耶 從來沒有試過 我竟然成功了耶 那我們就支付訂單看看 輸入驗證碼 支付密碼 OK 操作 確認支付 以支付 確認訂單 按下去 發貨內容 哎唷 他給我一條網址 精選手持日本護照兩份 手持日本駕照兩份 無重複 駕照袋正面 手持駕照護照白紙 駕照袋正反面 手持駕照白紙 好我們打開網盤 哎唷 裡面很多資料夾 感覺看這個MV大小 應該是有東西 知道是什麼東西 這個隨便一個資料夾點開來 照片 這個 保證 甚至買到人的資料了耶 上那邊資料非常清楚耶 還有他手持自拍 哇塞 這每一個資料夾 我估計裡面大概都是這樣子 我就不多點開了 好我們趕快把這個網站關掉吧 太恐怖了 大家真的要好好保護好自己 同時也建議大家 沒事不要來上岸網 因為上岸網呢 你隨便亂點網站 是真的非常有可能資料外洩 包括我現在 我不知道資料會不會 其實也已經外洩了 不過如果你是身在那種 民主不自由的國家 那就會有很多的意識分子 會上岸網 去傳達一些 自己的言論跟思想 這樣子使用岸網 就是一種合理的操作 還有包括很多其他的 岸網版的 Facebook BBC等等大網站 他們其實也都有 暗網版本 讓這些民主不自由的國家 可以 瀏覽他們的內容 然後會有洋蔥瀏覽器 這種東西 也是美國 FBI派他們的人員 滲透其他國家 要上網聯絡機密的時候 他們在這國家的 反見點官員發現 所以才建了這個洋蔥瀏覽器 讓這個人員可以 與美國溝通 而不被發現 後來會開放出來 也是因為 越多的民眾使用 他們被發現的機率越低 它是有好的用途 反正呢 我就是鼓勵大家 我們用用冥王就好 沒事不要去暗網 我們人生還有很多其他 美好的事物可以探索 對吧 我們可以去游泳 可以去滑雪 可以去爬山 可以去出國玩 看整個世界 這世界還有很多美好的國家 可以去探索對不對